大家好 今天玩的是強勢主流套牌 受傷戰 連續好幾個版本 大家應該也都有玩過這種類似的牌柱了 今天會再分享給大家 是因為這一套算是非常穩定的套牌 在每幅測試 我從三千多名打到了四百多名 維持70%以上的勝率 是有點晚跟大家分享 因為這些素材都是上個月的東西了 騎手主要流牌的生物是 炸彈管理者跟戰錘挑戰者 危險進場跟飛天截略者 就是要考慮到他是否是快攻類型的牌組 或者是我需要燒到他的場面的牌組 像是Token的 我就一定會去留危險鑑長 那最近也是蠻多快攻賊的 所以看到賊其實在想要不要 留一下危險鑑長 燒一下那種潛行的生物 勝率會來的更高啦 雖然我覺得我這個戰士 打這種快攻類型的牌組 也都是開打 有帶無賴的盜賊是比較少見啦 大家都在玩快攻賊 獎品盜瑞者 那就是連擊賊嘛 連擊賊的話 也應該是我比較喜歡玩的版本啦 炸彈人的話先去解掉21 看能不能炸到無賴啦 讓我們戰錘挑戰者的傷害 承受比較少一點 法術的話 我不太想要在這一回合打出來 因為剛才打生物類型的法術 都沒有觸發 所以感覺他可能是抽牌類型的秘密啊 我不想讓他這一回合可以抽這麼多張牌 等我們要攻擊的那一回合 再丟出來就好了 上回合蓋了一張秘密 那也可能是抄襲 我們這個海盜庫房 對他這種倒枕應該是沒什麼幫助吧 那抄襲的話 會先以我們丟出來的優先順序來 偷到我們的牌啊 他偷到這個海盜庫房是沒什麼用 那其他這幾張是不用怕他偷的 因為剛剛他已經抽過牌 所以手牌來說已經非常滿了 偷到一張自己沒辦法用的海盜庫房 還要再爆掉鑰匙看守者 這張新卡的話我覺得就比較適合無雙系列帶的牌 而且以補牌來講的話算是一張非常好用的卡了 這裡收回詹迪斯巴羅夫 可見得他的手牌也沒有太多的選擇 暗戰迪斯巴羅夫算是真的蠻值得收回的一張卡啊 那在這版本導電長槍比較少出現 可能會覺得手牌量會比較卡一點 因為我們也是抽牌方式很多啊 劈砍課程 戰鬥狂怒 所以改放這個鐮刀並沒有什麼不好 而且有時候還不錯 他4攻的傷害比較高一點 砍頭的話有時候就很快就斬殺了 像對面 這裡 啊 還在鋪場 我們手中就有個克隆精英準備好要殺他了 傷害的話還差了一點點 但我不太想要去理他這個 戰迪斯巴羅夫的場面啊 也沒有嘲諷 飛天節約者先看一下能不能拿到危險艦長 有的話就燒他一下 那另一隻的戰迪斯巴羅夫也會被我們解掉嘛 那我就選擇不解場了 全部敲頭 下回合就是要把他收掉 看他能不能伸出一些嘲諷牌 天刃拿來解場了 那剩一費用感覺也沒有什麼辦法去生一個嘲諷出來啦 觸發法術爆發了 那剛好解掉所以也可以叫出我們的小囉囉 那就是看他手中那個 幫重 是不是嘲諷幫重了 但有的話應該蠻早就丟了 尋龍幫重 那沒辦法拯救他的性命啦 手中的克隆精英就可以把他收走了 這就是這個中速牌的厲害啊 他可以防守又可以進攻 一樣那一套 血勢用兵複製衝鋒 又可以打出高爆發 那第二場 德魯伊 Token德的話我們就 急需這個危險劍長 所以我們一開始抓到這個破天矛 算是比較舒服的 我可以抽海盜 快速率抽我們的牌 也可以抽到我們的危險劍長 閃電之花 慢生素 這麼著急做成長 那也好 他下回合根本沒什麼水晶 所以我安心拔刀 我比較怕毛怪德啦 毛怪德的話 那一波是真的需要危險劍長 啊危險劍長還要搭配個小生物 所以我才會 看對方的職業考慮我 起手留什麼牌 那對方的Token德 喔 是有素人類型的 放比較大 被我們偷偷發現 這好運菌菇出賣了他 而且說不定這張格魯 是他唯一帶的一張生物 真的有夠不好運的 先丟出幸運幣 難道是坐騎商人 七費要準時開秀 等不及了 不對 是螢火蟲 而且他這個操作 我有點看不懂 為什麼要先丟下幸運幣 讓自己少了一張螢火蟲呢 我知道了 他打得太急 忘記了 一定是剛剛那張格魯 掉出來讓他精神錯亂 我這邊好像也有 被他一點干擾到 也精神錯亂了一下 這裡丟克隆菁英 做出第一次的受傷 是不太好的啦 因為石刀者丟下來是不會死 傷害足夠把他斬殺 這場主要的話就是 危險艦長跟血費滿足的搭配啊 對方有螢火蟲 你就要看有沒有 對應到危險艦長跟血費滿足 直接翻場 這場一樣是打格魯伊 但我們是比較進攻方式的打法了 我們起手有比較好的質量生物 丟下去複製 那對方只要解不掉的話 那這場的勝利又算是直接到手了 我們的戰錘挑戰者有10滴血 那前面對方也不丟生物的話 所以很容易真的是維持10滴血 搭配心怒跟血絲用兵的複製 那這一隻大生物他解不掉 那就直接被我們滾血球打死啦 而我們這裡又進了個榮耀之盾 複製起來又有聖盾 德魯伊對大怪的能力解場 是比較弱一點的啊 這邊他還只能抽牌 那我們心靈之怒先自殘 觸發榮耀之盾受傷 血絲用兵複製一個 6、9代聖盾 完蛋了 他根本沒辦法處理 直接丟下螢火蟲跟我們對看 閃電之花 這邊要先做個buff嗎 那這樣子對面也是在他的tempo之內 直接打出一個天狐開局 完蛋 森林之魂 所以我對於危險艦長這件事情進來 我也沒辦法燒乾淨 我還蠻怕被他雙袍銷給帶走的 但管不了這麼多 我們這一手沒辦法防 全部打他臉身上 手中還有個克隆精英 就看我們下回合能不能頂住了 自然血緣毒先發現一下 連續發現 欸那這一張的話不是他發現的 他是原本就有帶這張嘲諷的 日食 他日食不想要做連續發現的話 我可以理解啦 因為連續發現的話 他找到咆哮 這回合也沒辦法幫我們殺掉 我們血量是34滴血 有剛好疊一個護甲值 反而他選了一個比較好的方式 直接補了10滴的血 不會讓下回合的自己被秒殺 那我這能不能撞到嘲諷 阿 只炸了一滴血 進了危險艦長 但這危險艦長我只能燒一次 沒什麼用 所以我就直接抽牌 反而我這裡就蠻怕 他有一咆哮我就死了 但我 無法顧慮這麼多 所以我這一張場上的樹人也不解了 6隻樹人 咆哮一樣會死 所以我們就選擇不解場了 就跟他拼 賭他沒有 泥沼光束勉強解掉一隻我們的69 阿 治療之處 又給他補了8滴血 離斬殺線越來越遠了 但我們手中有危險艦長阿 他剛剛來自撞了一下 讓我們有機會可以把他燒掉 而且又進了一個戰鬥狂怒 哇 很好的抽牌回合阿 但其實也可以把他所有的場面都燒乾淨 丟一下第二張的危險艦長 但我就比較不想要這樣了 因為我只想控制在我不會死的範圍 然後我順便又可以補資源 又有其他的資源跟他打 是比較好的 那三隻樹人 根本沒辦法造成我們任何威脅 所以我就直接選擇戰鬥狂怒 這個67的話 解他生物好像有點浪費傷害 還是選擇踢頭好了 手中有另一個危險艦長 等一下可以配合炸彈管理者 生個小炸彈 坐騎傷人出來了 但他剛剛的法術已經消耗了非常多張 恐怕沒辦法叫出個幾隻吧 那先解掉我們的護甲鍛造師 不要讓我們疊更多的護甲 我們離斬殺線 阿 差一點沒有心怒在手上阿 所以葛羅馬許也沒辦法爆發 殺掉他 巴羅夫領主把坐騎傷人變成一滴血 是防止他下回合生怪阿 生太多隻對我們來說也不利 拿到的獎品盜獵者 是可以解掉他的樹人阿 但我比較不想要這麼做 如果他進了鐵樹皮樹 等一下還有一張坐騎傷人的話 我會變得比較不好解 所以這張獎品盜獵者 可以留給比較難解的生物 做個解場 那他沒辦法解掉我們場上所有的生物 葛羅馬許 好啦 那這個獎品盜獵者 讓他出場一下 自殘一下我們的葛羅馬許 也拿下了這場的勝利 最後一場達到的聖騎士 現在的聖騎士不再是只有那個 聖氣聖阿 無中力阿 還有一個新牌組 436拉出8費的天降騎兵 拉出滿場的魚人 之後的影片也會跟大家分享到 然後分享一下他的如何操作阿 和注意什麼細節 一開始就直接丟下奧多爾的護蟲 降了一聖氣阿 那就看他有沒有智慧聖氣那種 直接一直來消耗我們的牌 暗的新兵 那這樣很好 這樣我們的炸彈管理者 最喜歡這種解不掉我們的生物 碰撞我們 又可以叫出異異的炸彈人 虛弈幣跳廢了 欸 叫出獅子 那還有一費用是要拿來做什麼的呢 蛤 直接空過 拿來升利息的阿 故意的是不是 讓我從3000名打到400多名 然後感覺這對手好像沒什麼差別 我們來幫他想一下 他為什麼會這樣打 他本來想要丟下轉筆吧 但他發現 自己先丟下幸運幣 所以轉筆就不能收回來了 該是安捏 硬白誇耀者 複製我們場上最大的生物 那就只有4 3而已 轉筆學生果真是有的阿 那他要怎麼收回 手中有開學第一天 那剛好兩隻生物受傷的話 所以我們的血費蠻族 在下一回合5費也可以準時丟出來 場上有危險艦長 所以炸彈人先攻擊 再丟下我們的血費蠻族 那就看一下能不能順便炸掉對面的4 3 那通常高手的話 都會用手下攻擊 來確認一下 是否有真的炸到 結果阿 可以碰到 所以沒有炸死 做這種動作的話 就只是 讓你的思考時間可以增加一下 知道沒炸死 所以我們下一步要怎麼做這樣子 有個追尋者的嘲諷 擋住了我們的攻擊 那剛好又進了個血費蠻族 先戰鬥狂怒抽個3張 那我們的危險艦長 一樣會丟下去燒嘛 所以我們就選擇自殺 不影響我們血費蠻族受傷的那個費用 因為對方也會受傷 打到他剩5滴血 那他有機會翻轉嗎 希望盛氣 剛剛丟了蠻多降盛氣的費用 所以這回合就可以直接丟下來了 那飛天節日者看一下 有沒有機會打掉他這個盛盾的打點 進了危險艦長 那很好欸 成功把他這個 聖盾的打點給解掉了 克龍精英的話 就準備下去收尾了 榮耀之盾 可以直接解掉他的巴巴 成功一下 這一場的勝利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想要看到什麼樣的牌組 你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喔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 出發了 功夫 可以